哈喽大家好 相信凯迪拉克这个品牌呢 很多朋友都是非常喜欢的 它也可能纯情是你梦想当中的汽车品牌之一 除了这个格外吸睛的七彩深蹲的车标之外呢 凯迪拉克车型的优惠力度也是格外的诱人 那比如说直到现在呢 凯迪拉克的CT5或者XT6这些车型呢 他们都有着非常大的一个优惠力度 那随着市场压力的竞争越来越大呢 凯迪拉克也在逐渐的扩张自己的市场 推出一些更加豪华的SUV以及新能源车型 那最关键的就是什么呢 就是凯迪拉克他在逐渐的下滩市场 推出一些入门级的车型 这对于一些合资品牌来说呢 才是最为致命的 那接着呢也不跟大家卖关子 今天我要带大家看的呢 就是我身旁这台凯迪拉克最新推出的GT4 我们今天所拍摄的这一台GT4呢 它是一个红色的顶配的薄金版的GT4 它主推的呢 应该是那一台风上版的GT4 那么现在就来看一下这一台顶配的薄金版 它到底怎么样 首先大家可以发现这台车 它其实是一台紧凑型的SUV车型 但是它整体的造型设计呢 是采用了运动的跨界SUV的那种设计风格 车头呢 有凸起在下扬的趋势 尾部车顶呢 它也并不是平直的 而是做了一个小溜背的设计 这样子的一个跨界式的造型设计呢 看起来会更加的运动与时尚 同时呢 它与自己家里的XT5XT4这些车型呢 做出了一定的差异化 让消费者的选择性呢 会更加的丰富 那么接着呢 咱们再从细节部分来看一下这一台车 首先是它的前脸部分 它依旧是采用了大尺寸的迅黑中网 主动式的进气格山 那头灯呢 是变成了这种分体式的造型 整个车头呢 是呈现出一种宽扁低趴的造型样式 那么来到车身侧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台车的侧面设计 其实也是比较好看的 整体的车身尺寸 其实对于一些常规的紧凑型SUV来说呢 除了它的车身高度 确实要低一些 那在其他方面的数据尺寸 都是比较正常的 它的车身长度呢 是达到了4633毫米 车身宽度呢 是达到了1878毫米 那么值得一说的便是 这台车呢 它的轴距是达到了2800毫米 以自己家里目前定位最低的那一台XT4呢 它的轴距还要长一些 那咱们再从细节方面来看一下这一台车 它下方呢 是搭配的19寸的轮毫 因为这是一台底配车型 那如果是低配的话 则是标配的18寸的轮毫 那前方大家还可以发现 它是有四活塞的红色卡田 再加上车尾的一个下压设计 确实能给你一种非常浓郁的运动感 那么从尾部造型来说的话 这台GT4的尾部造型呢 看起来也是比较宽宽的那一种 尾灯造型跟车头大灯的设计呢 是比较呼应的 它在下方呢 是设计了双边共四处的排气布局 但是实际上呢 它是一个两处的设计 那接着咱们打开它的一个后备箱 打开之后呢 大家可以发现这一台车 它的后备箱 其实是进行了一个分层的设计 在上面呢 它还有一排储物的空间 并且呢 这里是设计了一个挡板 而且呢 这一台车 它后备箱的地台设计呢 其实也是比较低的 咱们也可以 就是轻轻松松的就坐在这里 因为它本身的车人高度就比较低 那我觉得这一种地台低呢 它是有好处的 方便咱们拿取东西 那大家整体看一下 这一台车后备箱的空间表现呢 其实也是相当不错的 最近车呢 说实话 这一台车的内饰设计呢 跟那一台锐哥确实是非常的相似 尤其是前面的这一块超大的 33英寸的 超大的曲面联屏 里面搭载的8155芯片 使用起来的智能化水平呢 比原来的凯特达克车型啊 确实是有非常大的进步 同时呢 它也是与 锐哥那一台车采用了比较相似的 怀档设计 还有 中控台以及这个操作台呢 都是比较相似的 只不过呢 这个看起来就 整体的感受要小一些 但是呢 有一个直观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 就是这一台车呢 它的坐姿非常低 就感觉呢 你是坐在一款轿车的车内 那作为一款豪华汽车品牌 这一台车的内饰设计啊 它的用料 还有做工呢 其实都非常的不错 尤其是这些真缝线的设计呢 看起来真的都特别的精致 那么咱们接着呢 就去这一台车的后排看看 那么坐到后排呢 这一台车 它也能带给你一种不错的豪华感 那从舒适度方面来讲的话 这个座椅呢 设计的真的非常的宽 也非常的厚 也非常的柔软 所以舒适性呢 是非常的到位的 但可能美中不足的就是这台车啊 它毕竟是一个紧凑型的SUV车型 而且呢 还是带有运动化的一些属性 所以说它后排的一个乘坐空间呢 其实是只能算是勉强够用的 而且中间还有一个非常浓起的地台设计 所以说这台车的后排坐五个人的话 其实是有一点勉强了 那么在动力方面呢 全新的GT4 它依然是提供两种动力搭配 分别是1.5T与2.0T的轻混发动机 那匹配的呢 都是9AT的变速箱 1.5T的发动机呢 它的最大功率是155千瓦 峰值扭矩270牛米 那2.0T的发动机的最大功率呢 是174千瓦 峰值扭矩350牛米 那么在前两天呢 这一台车它也是正式上市的 售价区间在20到30万元左右 以凯迪拉克一贯的价格优惠的一个风格呢 这一台车的最低配车型 它的价格已经下探之了 20万元以下 可以说是把价格门槛呢 降低到了一个新的起点 虽然说1.5T的发动机啊 用在凯迪拉克的车型身上呢 确实让咱们会显得有那么一点个影 但是对于正在动力拼搏 或者说条件 经济列为有限的朋友来说 这个1.5T的一个凯迪拉克的GD4 它何尝又不是一个非常正确的选择呢 没有它会显得好吗 不是因为对于自己平板的车下车 您对于我们的小遥迪拉克的车型 就是您对着一个平板的车型 在那里有关于这个天前 你这凯迪拉克的车型